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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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分享他们人生智慧的时间了 了解一下今天需要帮助的这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着他从北跑到南 本以为可以在陌生的城市里好好生活 可他却一次次让我心碎 这么多年掏心掏肺的付出 不仅没换来幸福的婚姻 反而连爱情都没有了 我想问问他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 婚姻需要稳定 更需要两个人适合 我觉得他的性格还需要时间来磨合 总是考虑未来 为什么还是我把过去的事情搬出来讲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未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叶 25岁来自安徽房产销售 有请小叶 有请 女嘉宾小爽 24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导购 来 有请小爽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今天是你要来讨说法的 他们告诉我 对 是吗 现在住在哪儿啊 住在苏州 两个人恋爱几年 五年了 19岁 18岁开始 今年是第六年嘛 今年是第六年 对 在哪儿认识的呢 我们在江苏昆山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在昆山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对 现在就到了苏州 讨什么说法呢 就是说我跟他在一起五年了嘛 他现在每天又冷战来对待我 我就想问一下他 还想不想继续下去 有没有爱过我 大家在一起相处了五年 爱肯定是有的 但是只是有时候回家之后嘛 两人再去沟通就会吵架 就会闹矛盾 在五年 基本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好 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了 还有爱就好办 说说吧 怎么开始的 怎么好的 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就变了 就是我当时跟我嫂子一起昆山打工 然后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 觉得这小伙子长得还蛮帅的嘛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后来我就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他说没有 我说那我们 你主动吧 对 我说那我们试一下吧 他说那试一下就试一下吧 然后就开始处对象了 处对象的时候 在此之前你谈过恋爱吗 没有 他是我初恋 初恋 后来谈恋爱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会像别人谈恋爱那样 然后一起吃饭 看电影出去玩嘛 然后我发现 他春午吃饭 晚上吃饭 他都是跟别的女同事一起 或者是跟别的男同事一起 他从来都不带我 然后他开始跟我说 他前女友多好多好 然后他后悔 他不珍惜他前女友 整天就跟我唠叨他前女友 前前女友都搬出来了 那他跟前女友有往来吗 那个时候 有 他们QQ电话 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你都知道 我知道 他又当着我面做的 那你受得了吗 姑娘 我当时觉得 他就是我的初恋嘛 我主动付出一点 无所谓 然后 我也是挺缺爱的那种嘛 我就觉得 我好不容易找到男朋友了 你为什么说你很缺爱 我是单亲家庭嘛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关心嘛 爸妈是离异还是 老妈去世了 你母亲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 方便说吗 十三岁吧 你十三岁的时候 正好是孩子的青春期啊 女生的 后来是跟谁在一起生活 跟爸爸 还是爷爷奶奶 爸爸 爸爸 爸爸后来有没有再结婚 再有新的情感 有 后来我就开始不回去了 那个时候 你多大的时候 爸爸有了自己新的情感 十六岁的时候 十六岁 就是妈妈去世三年以后是吧 然后你就是因为那个出来的 后来好不容易碰见她了 我就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最重要嘛 我就觉得 肯定要坚持下去 所以你是很容认她的是吧 对 我那时候我可以说 说实话 对前女友是有一定的牵挂 但是很少联系 很少很少 因为有一天晚上呢 差不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 前女友给我打电话 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接了 我说话声音特别小 然后沟通的时候呢 她听到了 她听到之后 把电话就抓过来嘛 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 真吵了之后呢 从那以后 我俩就没联系过 从那以后 我没去联系过 你确定吗 从那以后 我没有联系过 是你前女友 主动联系我的 她前女友联系你干嘛呀 对 她前女友跟我发信息说 你就是她现在的女朋友吧 我说是的 她说看你头像长得 也没有我漂亮 她怎么会看到你呢 是吧 然后我就说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然后她说 我们在一起 认识七年了嘛 从高通他们上学 就认识了 她说如果我回心转意的话 我觉得你现男友 还是跟我在一起呢 然后我就跟她说 以前又有跟我说 怎么怎么样嘛 她就说 她不是那种人 我宁愿相信她 我都不信相信你 这个前女友的阴影 笼罩在你们俩的感情之间 长达多少年 长达两年 发展两年吧 两年之后怎么样了 她就开始发展为 女同事之间开始暧昧了 怎么个暧昧 有一次睡觉的时候嘛 我平常睡觉都是比较早的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 她在那坐在床上 靠着墙睡着了 我跑过去看 她手机正在亮着 然后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女同事的头像 那个女生属于很假的那种 然后让她去干嘛 她就帮她干嘛 那个是我们的同事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销售 这实话那时候她刚进来 我和她师傅 我需要教她一些专业制度什么的 那她在公司旁边 就五分钟的路程 那天你休息 她还打电话给你 让你去接她 然后你就那天休息 你还去接她了 我平常同来都没有让你接过我 她可能觉得她不想走路吧 或者觉得会比较累吧 我觉得接一下 我觉得没什么 那她生日她为什么叫你去 还要编个理由呢 还说她那店里的两个人打架 然后就说师哥 那谁谁跟谁打架了 你过来一下吧 其实那天是那个女的生日 然后她就赶过去了嘛 这个对 她跟这个女同事 大概又影响了你们感情多久啊 半年后来那女同事回家了嘛 回家了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我就让她把她拉黑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那女同事给她发了个信息 说什么 说师哥新年快乐啊 然后她又把她重新的加回来了 嗯 当她走的时候 从来没有联系过 过年的时候 她给我发了个新年快乐 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你有没有联系过 你心里最清楚 我没有联系过 至少你手机现在换密码 从来都不让我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是同事 所以她给我发了新年快乐 然后我把她的地方号码 保存下来 但我从来没有联系过 这一段后来了结没了结 后来了结了 了结了 你们什么时候从昆山到的苏州 我们是刚认识半年的时候 她说她要去苏州 她以前的那个上司嘛 要让她去那边发展 我说 你没有打算带我吗 她说那你想去就去呗 那就一起呗 当然我看她挺勉强的那种 当时我从昆山到苏州的时候 这么远 其实我不愿意去 只不过为了更好的发展 也不是说我不愿意带你去 只是我觉得到那边 就稍微稳定一点 稍微的就是过一个几个月之后 更好一点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当时这么想的 然后你直接跟我说 你跟我一起过来 OK 我可以啊 大家一起过来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六楼 总共是六楼吧 总共住在六楼 那时候呢 他们没有找工作 那时候一直在我上班 那时候是冬天的时候 13年的11月 1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冷 那时候我上班的时候 穿短袖 一直在流汗 我特别地累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我在商业班 我特别地累 我回家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想说 特别地累 我想睡觉 但是我回来了 等到的永远只是争吵 也谈了五六年了是吧 你们提过结婚的事吗 提过 谁提的 我提的 为什么没结呢 估计他不想嘛 我提过 他就说 以后再说吧 还没那个打算 就你还没打算结婚呢 是这意思吗 不是说不打算结婚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年龄可以结婚 但是我觉得 目前呢 就我跟他这种状态 不太合适 那现在你们俩的关系 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什么状态 现在这种 他以前的话 还会经常回去 后来他又发展成 一个星期两三四回 现在直接 整月整月地消失 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 我要通过他兄弟 来联系他 他根本就电话的关机 什么都不管 直接消失 像这种状态维持了多久 半年多了 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就一开始的时候 我听在你们俩的关系里面 好像总有一个外人 是吧 对 就是这五六年 你们俩的情感里面 总是有一个外人相伴 像一个幽灵一亮 是不是 听起来是这样的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是前女友 后来是女同事 就你们俩从来没有 好好地去处一处 是吗 没有 刚开始认识 那段时间是有的 只不过后来 当我前女友 打了那通电话之后 从那以后 到目前为止 永远都这种状态 永远都在怀疑这种状态 意思是这样子 没有事情我不会怀疑的 好 女生我想问问 就是你离得开他吗 我觉得我挺爱他 我问你离得开他吗 这跟爱不爱没有关系 暂时离不开 暂时是离不开他 所以今天来是希望他能回去 是吗 对 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你用回心转意这个词 就意味着 你心里知道 其实他的心 现在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是不是 是 好 男生坦诚一些 有没有新的恋情 我发誓我没有新的恋情 但是我 怎么说呢 你再坦诚一点 你心里还有没有他 有 但是我只是希望 你能够去改一点 不要这么多年了 永远是这个样子 永远对我产生怀疑 我什么样子 你没有的事情 我根本不会讲 你那第六 我还是很相信的 但是你为什么永远不相信我 男生我这么问你吧 三年之后 如果你结婚 会娶他吗 我会 会 会 你信吗 我不信 我不信 你不信 好 其实会 我觉得以后 还会有别的人陷入 所以那你 你的意识 是不是告诉你说 你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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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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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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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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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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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